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類的口具來自於無知與未知 到底入資影片會發生什麼事情 實際上我們只要做好一些比較事前的準備 我們把事前的準備事前的練習 我們把他準備的充分其實並不會這麼的可怕 這個鏡頭的恐懼感其實是來自於 我覺得就是一種 其實一開始錄製的時候真的會有一點 我覺得很傻的感覺 因為你就是看著一個螢幕 這跟家教或是有些上台瘦克有感覺不太一樣 就是一個零互動 那面對零互動 面對一個死板板的一個螢幕的時候 你要怎樣去做一個想像 像剛剛我說聽到那個均一老師的介紹 他說想辦法讓自己嗨一點 自嗨一點 就是有些老師教授會推臉小酒 那個也是一個方法 我覺得是想辦法讓自己的情緒比較open mind 就是比較open一點 比較嗨一點 也許你就會忽略這個鏡頭 你是在錄製影片 也許你今天就想說 你只是要跟一個年紀比你小的人來做一個分享 不需要把它看著一個太嚴肅的問題 放輕鬆 其實我覺得還會比較談去面對一個鏡頭 我們有了我們的外層的準備 就是像剛剛 其實要寫一題我們要準備的事情還蠻多的 我們要思考的部分也蠻多的 如果真的要把錄製影片這件事情 真的把它盡散盡盟的話 比如說排版 我們的專業知識 這一題我要怎麼去解它 我還要搜尋 其實我們要準備的事項其實真的是蠻多的 那這些其實 我是覺得我們可以憑藉著一次又一次的練習 把它變得更熟練 那有著完全準備再加上練習 那錄製影片之前 就是讓自己的氣是不舒服的 不要講講覺得我剛才手照了 會覺得有點揭發 那甚至其實如果擔心自己真的錄得不好 其實像御家教的一個平台手機 它也可以 其實像我們剛剛也在練習的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我們自己怎麼錄得那麼長 講講這個 就是怎樣 這種醉製會很多 那醉製很多的過程有時候 錄到後面就覺得有點屁股 那我就不要錄好了 現在還好 現在都可以把它結束錄 就是可以放棄錄那段標準 了不起我再重新錄一次 這都沒有關係 因為就是剛接觸我覺得這個OK 我們要學習如何去面對這個挫折跟失敗 這是無所謂 我覺得這是無所謂 就是心臟大悔一點 有什麼好難的 那提前規劃的準備 也許我們今天是自然科的一個老師 那我們其實講到說 不是只有針對說線上的題目 未來如果遇到更多題目 遇到更多問題 如果每次都這樣解 也許會覺得很困對 所以當我們規劃準備也許是說 我們要增加我們的一些知識背景 像是一些多去閱讀 閱覽 保留師書 增廣自己的見聞 這樣子的話 也許你在面對說 未來也許 瑜伽教會有很大批的使用者 登陸進來之後 這大量的這個題海 要怎麼去做一個解決 那再來是說 排練我覺得還是要確實的 當我們把電池擺一頁一頁的一個秀出來之後 其實我就覺得這有點像在看圖書的故事 其實你就真的是把它當作一個slide 一頁一頁一頁 就是有點像是那種指考或是學測英文書 或者有四個 你就一頁一頁講故事給大家聽 所以這個確實做排練的確可以增加你的首領度 所以在每一頁日子之前 你可以把它整個每一頁的再看一遍 我這個地方講了講了講 我會不會漏掉什麼事情 或者是我覺得這邊好像還有哪些東西可以在錄補中 所以如果真的實際 你在按下錄影STOP的那個鈕之前 你在自己講一遍 講給自己 然後去想一下你 那實際上這個 會讓你的錄影會變得更晚一點 那最後一個是要展現熱情 像是比如說一些語調 笑容這些 那其實像在手機的一個平板上 我覺得好像看不到那個錄製的一個大頭的一個動態 那只是如果在我記得以前影片 影片其實都可以看到有一個小小的視窗 是老師的人 會比較有一個表情在的話 那大家就是盡量保持一個微笑 即便你真的是很平均或什麼 笑容還是要給他硬擠出來 所以這個律家教其實 錄製這個電子擺板真的這麼困難嗎 沒有啦 就是在說故事 你就把它當作再講故事給大家 放輕鬆 然後做 你覺得 那是你認為 你覺得 那是你屬於你自己的風格 所解釋出來的一個東西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覺得就是一個分享的一個概念 那其實我說 教學 教學 其實我 常常只聽到就是 感覺好像就是 我在授課 我在教東西給人家 那其實教學 它是由教跟學 所以這個是很平的 其實教學相少 我在教學生 學生也會給我比拜 也會給我回饋 我覺得 每次的授課 我都會在學習到自己的新的東西 所以每一次的教 或者每次的錄製影片 其實你都可以在床中寄取很多很多的知識 其實你也是在累積你自己的知識 我都會在看